太原的傍晚 一个令人舒适的周五 可以和朋友聊天 打麻将 相约出去玩 那么 刚刚放学的树梢沐上 今天会替大家吃点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道德逊 我是沐上 我们现在在太原的周五的晚上 在周五的太原的晚上 周五的太原的晚上要吃一个火锅 这个火锅在当地叫汉火锅 为什么叫汉火锅呢 因为它可以说是我们吃到的 水最少的一个锅子了 这些食材基本上都已经是半成片 全都煮好了 马在这个火锅里面 就满满的一大锅 就光往你那桌子上一搁 你那桌子就那样的 而瞬间里边中间冒着那小火 一样就这样 旁边人眼神都 看你 现在大家都这么看你 明白了吧 走吧 大家一脸明白 在这个地方生炭 哇 先进了 风大黄羊 哇 先进了 风大黄羊 这个屋里面可热乎了 因为每一个桌上都点了一个小火锅 所以整个屋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变得很高 甚至连这个桌子上都烫出了一个火锅印 对 就面积这样的痕迹要深一点 这会我们也会 你有那么什么锅呀 有什么样的锅呀 解决我们介绍一下 就坏菜锅了 老太爷那种坏菜锅 就烧肉丸子白菜粉条豆腐块蛋 好二菜苹果土根豆腐块 一锅总啥也有 这是太原的灌口段子 学会了吗 对 就老太原那种会菜 大锅148 中锅98 小锅就会吧 来个小锅 小锅 来个小锅吧 行 行 就 就光有个小锅 再拿点茶去 来不及说话 因为周五的晚上 确实大家都很喜欢出来吃个锅子 都很忙 好 锅里有适当食材 再换那个白菜 白菜换得底下不符锅 我们换了其他就敷了锅了 白菜 蒸铅 海带 豆腐 豆腐块 丸子 再换了平衣锅 黄花菜 炒肉敷的上面就好看了 好看 是否我现在这样已经好了吗 还不行了 还要干嘛 给火锅点个赞 比较好吃 点个赞 加油 好吃不贵 你们点的是大份是吧 大份 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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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五个人 美食饺子 美食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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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表的是店里的吗 是不是 大家没有 我就问问 没事 我就好奇 又是泡饼 又是可以吃馒头的 我就泡着吃 就这个里面是吧 好嘞 谢谢 还有我 是不是等着等着犯 怎么没让我出来了 哎 这有卖馒头吗 没有 你好 有热乎的馒头和烧冰吗 那种馍或者这种烧冰有吗 拿俩吧 老师我看上来了 一会儿上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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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吃第一口 慢点 慢点 哎呦做错了 已经没上了 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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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慢点 对 麻的烧饼 咱麻花 你一会儿浩浩你就感觉我们说的对话 绝对有味道 开上小块 站上去 站上去 你来吧 可以 我一路跑我赶紧过来了 辛苦了 没事 跑那么远 锅也没上了 幸好没上了 怎么了 你害怕呀 没有没有 你心虚啊 不是 你什么行为来着 我小人之间了 我小人之间了 来了 干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汗火锅 它有多汗呢 它有多汗呢 你看得到汤吗 没有吧 这个锅子你看起来非常的单薄 里边装的是满满的炭 外面是满满的菜 这个最上面摆着的这一圈 你可以看到就是烧肉 这就是烧肉 这个是五花三层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 但是它外圈为什么是黑色呢 为什么呢 我吃了之后我就知道了 好香 这个烧肉呢 其实就是之前在它的外皮要么是抹上了蜂蜜 要么就是抹上了酱油 简单上了一下色 然后放在油锅里炸 爆炸之后这个外皮就已经起酥了 脆皮五花肉 对像脆皮 但是闷在这里面就被油被泡软了 然后看起来鼓起了很多的小部分 一种满口感 不是那种推迟满 不是及时满口 整个汤底的味道就是咸香 酱香口 蘸上了这个汤之后 就是滋味更足了一些 这个烧肉呢还有一个隐藏关卡 咱们在山西 咋都不闹上点酥啊 对了嘛 这是山西火锅的蘸料 对 北京吃火锅 山肉就是蘸芝麻酱 重庆 蒜尼香油 山西火锅蘸料就是山西老醋 现在肥的部分和瘦的部分是五五分 先油腻一些 这个时候蘸上一点山西的老醇 醋 尝尝 蓄腻提香 开胃了 会让我更想要去接着吃火锅子面的东西 再吃下一口 如果说山西人骨子里爱吃醋 我觉得倒不如说 山西人在血管里留的都是醋 倒是一陷阱 你的醋酸有点炒焦 最后一块 其实五花肉上面这一圈不精吃 因为没多少 没多少 主要是提味的 最后一块就是香了 不行了 我得赶紧请求一下 这又是糊了 糊了糊了 它们就会蒸发点快 很快它又会回归程 是水最少的火候 好的 黄果树瀑布欣赏完了 接下来我们吃一个 丸子 炸过的丸子 炸过的丸子吃起来非常紧实 很有弹性 放在高温的炭火锅里面耐煮 这个土豆也是炸过的 炸过的 表皮就好像是结上了一个 结上了一个梁子 洗衣费50 在黄土地上种出来的土豆 山西北 它会更沙更面 土豆那种香气更浓密些 下面是来到了第二层 豆腐家族 这是豆泡 把这个豆腐吸满了醋 幸亏海绵宝宝没有来山西 它来肉里变成醋绵宝宝 变个闪 尝一下这个醋豆腐 这个豆腐也是在这个锅里面 精酒不辣 不烂 打脸是不是肉快点 老豆腐那种卤水味 还挺重的 露香味的 每家放的食材 可能会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差别 但是离不了的就是烧肉丸子土豆和豆腐 豆腐 是不是 再来边烧肉 它刚才被翻腾下去可能溜出来了 不是我翻到的吗 怎么接手那么快 谁翻到都不要紧 重点是 看结果 嗯 最后一片就是香 还有一些 你看这个小肉片 嗯 嗯 哎 一菜怎么着 怎么着 最后一片就是香 嗯 最后一片就是香啊 下半部分的食材就是白菜 粉条 白带 蘑菇 黄花菜啊什么的 这个我建议啊 先加到盘子里面亮一亮 一亮一亮 因为这个确实太烫了 这个一直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嗯 非常热 这现在的菜就不能像前面那样挑口吃 你得这样一口吃 就一口吃一口吃 哎真挺香的 抱在它们这个醋里面 解腻 也会觉得那么咸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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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锅子里面的大部分食材 其实都是那种外煮型的 它就特别适合过年的时候 全家围在这个锅炉边 然后看着春晚 或者是盗院舍 火锅能吃一晚 把所有的视频都看了 全把三连补 就那种 合不合适 合适 我都拍了同学嘛 就说 他们在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啊 家里面都会提前个两三天准备出来 所以当我们看到家人开始忙活的时候 就有那种盐味的感觉 麻烦它 有一个期待感 童虎锅 因为它是非常传统的一种山西美食 我们老太原人就从小 过年的时候大家围在一块儿 吃的这种东西 包括以前过年没有新奶油 点这么好的过年的时候就 弄点肉弄点丸子 炖一锅菜 热乎乎的 大家就感觉有那个过年的气氛 刚才几位大哥在后面 热火朝天的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吃法 烧饼 他说呢 一定要掰开 掰成小块 往这里面泡一下 会把它吸满这里面的骨汤 然后就进入木上的小肚 对 大哥会吃 真的好吃 还有香 油煎的这个烧饼 烧饼那里面 那个瞬间最激活的一样 那个油的香味 然后外皮还是保留那种焦脆 里面那个棉软 会加油加蛋 好吃 好闻着这个味 好吃 瞬间就被激活 然后吹到骨汤 是不是让你有瞬间醒过来的感觉 好好的吃辣饼 我对几个大哥 刚才那么积极跟我对面说 一定要泡这个烧饼水 站一下 不要站久 西马亿大利 很好吃 这就是当地人才能比你推荐的 比你常吃啥 就开始虚汤 谢谢 喝点汤 这个汤越喝越香 越喝越香 哎呦 这个汤 就是熬的骨汤 而且一般店老板都会给你格外的强调几遍 一定要喝一下这个汤 每个汤是高汤是骨汤 汤的眉毛都跳起来了 他眉毛好好玩 是吗 是吗 我刚说 刷层的他 刷 烫烫烫烫烫烫 这就叫做梅木传奇 梅上的木 可以 梅木传话 可以 在太原 吃了热烫烫烫的汉火锅 一定要去公园走走 会有可爱的收获用 火锅公共鲜车赛 更需要我们 大爷您在听什么呀 听电台广播 看电视台的新闻 现在 大家给我们叠个摘了 叠个摘了 叠个摘了 叠个摘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